再看一下其他幾個部分 這裡 如果你想要加上我們剛剛類似像電視牆的那個效果 我記得好像是在這裡吧 應該是視覺的 有一個電視牆 達訊還是特效 在這裡 有就是這個 有沒有看到抓一格一格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讓他有這樣的效果你把它丟給他 但是這個在FS對不對 就不是丟在影片上丟在下面有沒有 丟在下面這地方我把它放進來 放進來 有沒有直接變了那你要變幾格 你可以自己決定下一次水平40格 40太多了 這樣 你可以自己調整一下 所以他每個裡面都有這些參數可以用 那這個部分我就 不用再講太多因為這個 比較單純 我順便先介紹一下我們的子母畫面 子母畫面就是跟我們 剛剛OBS那個一樣 要做什麼 你可以做藍綠幕區背的 那個地方 我現在呢 我就把我剛剛做的這個 這一段 這一段我把它加進來 好 把它丟進來這裡 那一樣 這樣 那 這個是我的最底層 對不對 所以我要放東西在上面 假設我要放我的藍木綠幕 我就來這邊找一下 藍木綠幕 在這裡 煙 在前面就要出場了 好這樣放進來了 他疊在我的上面 這樣沒錯 好那我們就進到所謂的 子母畫面 設計師 這個 點進來 你進來之後呢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色度去背 OBS裡面稱作色度鍵 勾起來 然後你要告訴他 你是哪一個顏色 去好之後你先play一下 因為我這個是有淹的 有沒有淹進來了 這樣了解了吧 只是一個是即時 一個是什麼 後製的 我們通常會建議 即時的 因為會有一些限制 因為有時候我要換東西要幹嘛的來不及嘛 所以 你用後製的 其實可以幫我們完成更多 就是你要做所謂的特效的部分 好特效部分你就可以做安排 好做安排 那一樣的 他的調整方式也是由上而下 由上而下 你不要由下而上或亂調 因為 都是先從容許度這邊先做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樣煙 太多 我就容許度再調高 他的煙會減少 那飽和度再調高 有沒有他降低的會越來越多 會越多 所以 如果沒有問題好了 當然就按確定 這樣就完成 就完成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就看到他 只是我在這邊這樣 效果 還不是很好 還要再調一下 這樣有了解那個概念了 了解那個概念 那 最後呢 剩下一分鐘就要做輸出了嘛 好做輸出 那我們先來這裡 把它做一個儲存 專案檔一定要先做儲存 先做儲存 所以我來這邊 把專案檔儲存一下 你可以給他一個名字 好 那你要輸出的時候呢 就來這邊 那我們剛剛講過這是特別版 所以 你用預設的 輸出什麼 NP4啊 他就不能輸出太高的 你要找哪裡 找這個 Windows Media 找這個地方 他輸出的就是 WMV 你往這邊看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 這個 FHD 1080 有沒有 有沒有 這裡 這樣有了解嗎 這兩個都可以的 點下去 那你就可以看 你的影片 你要輸出到哪裡 決定好位置之後 按下開始 這樣就好了 他就輸出了 這樣有沒有了解 你要輸出最高品質 就是用 WMV 那我這邊先取消一下 另外一個 你會遇到的是什麼 你今天 如果我在這邊 編輯完 在這台電腦做好的 我要拿到別的地方去 你要會做一件事 叫打包 因為 我們在剪輯的過程 你會用到很多的素材 有影片 圖片 音樂 對不對 那這些檔案呢 要麻煩各位 就是你要會打包 怎麼樣叫打包 從這邊 檔案裡面 有一個叫輸出 專案資料 因為如果你只有帶專案檔 他檔案非常小 但是沒有用 你打開之後回家 就 素材遺失 所以 你用這個方式 他會告訴你 請你把你的內容 放在你指定的資料夾裡面 你看我把它選擇 好 這樣他就會幫你把所有素材 收集在那個資料夾 好 收集在那個資料夾 所以我現在的 回到桌面上 回到桌面上 你看我這邊多了一個 有沒有 我有專案檔 包括 另外我用到的影片 這樣了解了嗎 你再把這個資料夾帶走 這樣才OK 你才可以拿到別的電腦用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了 好 那我們今天只能上到這邊 不好意思 這樣 那如果各位呢 你還有 繼續有問題的 你可以在OneNote這邊 可以提出來 你可以看用這邊的回應 或者你在這邊 發訊息都可以 好不好 OK了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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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